艺人佑盛去年六月卷入 MeToo丑闻社及强制猥褻罪 遭到检察官起诉 日前他在脸书预告 周六将出席花莲友善稻米计划活动 果然今天如期现身 山穿帽梯 均绿色工作外套及长裤 佑盛看起来气色与心情都很不错 这回其实是花莲县玉里镇 长梁里办公室 以及玉里镇两只米产销班 共同举办的萝卜节活动 被认为佑盛是否要为付出做准备 不敢说付出 因为其实该处理的事就该处理 过去有些事情要负责的就负责 但是未来我想我可能就只能 继续推广大自然 这是我能做一次 就是会演艺圈的部分是 暂时没有想 没有想 我可能就先继续推广 我想要 如果还能尽上一份力的话 我就努力帮忙 那这个友善农业的事情是 是我很有感觉的 所以希望给多帮忙 另外主办单位说 佑盛其实一直在努力 做友善耕地的相关事务 对于佑盛的指控 认为若有错 就是要诚实面对 也鼓励他回归演艺事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